哈喽你好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 咸云教练101的podcast节目里面来 我是星成 在这一集呢 我跟江神教练 我们要来一起聊一聊 有关于定位这个事情 很多人会在想定位 很多人在学习行销 在学习创业的时候 都会卡在定位这件事情里面 所以让我们不禁去想象 一个人一定需要定位 才能成为一个好教练嘛 还有如果你卡在定位的话 那么你现在到底 可以实际上做一些什么 我们也有跟你分享 参考小吃店 牛肉面店的方式来思考定位 我也在这一集的内容里面 分享有关于 想象地图跟享受旅途 之间的差别 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你会有帮助 好好享受这一集的内容吧 再跟一些新手的教练朋友 或者不一定是教练 疗愈师啊等等都 都是 就是不同主题的也是 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 他们就会一直想说 我一直在改我的那个bio 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我到底要写 我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什么的 不然就是 对对对 他要分享内容前 他就一直在想说 那我 我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对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自己的 我觉得一个想法是 因为现在主流的行销老师啊 或者是一些 所谓专家们 他们都常提到一个 词就是定位跟立即市场 特别是在谈个人品牌自媒体这一块 对 对 对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吧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这东西一定很重要 它必须要先有 才能开始 才能开始分享内容 才能开始推出服务啊 什么等等的这样子 对 那 我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 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定位很重要 因为一个清楚的定位 可以让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很一眼可以看得出 那你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假设说 一个人 他 两个人 假设有两个人 两个人在一个月都分享了十篇的内容 那一个人 那一个月专门就针对完美主义这个 就是如何面对克服 摆脱完美主义这个主题 分享十篇 另外一个人呢 分散成五个主题 然后各分享两篇 那 很显然的嘛 就是假设就看单 单看这一个月 看这两个人的内容 可能看第一个人 他就会说 原来这个人是针对完美主义比较研究 然后再看他第二个人 他可能会 就是观众可能会想说 这个人 可能对完美主义有点研究 对自我怀疑有点想法 什么等等这样子 对 我猜这个是 为什么 他们会这么重视定位跟立即市场这件事情 就是可以一眼让人家看出来 那你的专场 专项到底在那边 对 对 对 我也有听过 上次一个学生 他在录 自媒体的时候 我不小心滑过 然后他也是有讲到 为什么一定要 你的 你的社群媒体 为什么一定要 清楚 只聊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聊什么 你的生活 然后你的一些 一些生活大小事 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锁定一个主题去聊 好像也是跟定位这个思想有关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那 但我自己对于定位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他跟热情比较像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跟热情比较像 像在哪边呢 像在同样的点是 我觉得他们都是尝试过后的结果 而非先决条件 对 对 那什么叫尝试过后的结果 而非先决条件呢 就是所谓的先决条件 就是你必须要先有 先有才能做 好 那我先从热情 来分享一下 对 就是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问我说 诶 Johnson 那你的 你的热情是什么 就你对什么事情有热情 感兴趣 对 那我可能就会回答他说 我现在的热情是阅读 看电影 coaching 这coaching不是就是 就是故意拿出来特别放在这里讲 是真 是基本上我每一天都会 要嘛输出coaching相关的东西 要嘛就是实际在做coaching 要嘛就是看coaching的书 或影片 对 我基本上我每一天 都会接触到这样 那 所以我会这样回答他 那如果这个人接着问我说 诶那Johnson你对于这个 呃 素描感不感兴 有没有热情 素描 就画画那个素描 嗯 OK 我可能就会回答他说 嗯 我不太确定 那我不会他说 我不会回答他说有或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热情它是一种尝试过后的结果 而且通常还是在尝试过一定的次数以后 才能够确认的事情 那素描 我可能从小到大 素描过次数不到我一个月coaching的次数 所以 我我 而且我说大概最近五年来都没有素描过了 说不定十年来更久 对所以我根本就已经 呃有点忘了素描的感觉是什么 而且 我也没办法去确认说 诶假设我今天真的投入在素描这件事 这样一段时间 诶那我不会对他感兴趣 maybe maybe not 不对 who knows 谁知道 对所以 呃我之所以可以回答说 哦我对于阅读啊 看电影 coaching感兴趣 是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都做了非常多次 而且我享受在其中 好所以这是热情嘛 对 所以它是个尝试过后的 结果而非宣决条件 那定位 那 跟定位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假设 一般来说 呃 以 承接我刚刚前面讲到这些行销专家老师 他讲到的 你要找到一个定位或立即市场 我我之前曾经在 跟一次一个新手教练在咨询的过程中 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呃 假设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 他就有点像 我开了一家 餐馆 然后上面写 呃 某某某某牛肉面店 对 某某某牛肉面店 OK 好牛肉面是我的定位嘛 对 牛肉面店 好 但 现在今天假设我今天 呃 我们进到牛肉面店里面 我们拿菜单准备来点菜 我打开菜单发现 呃 他怎么除了牛肉面还有提供 炒饭 水饺 但这在台湾其实蛮常见的嘛 对不对 但所以我们不会看到以后觉得 啊这个老板怎么这么 这么分心 做事不专一 对 明明写牛肉面店 他还炒什么饭 煮什么水饺 他就把牛肉面煮好就好了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啊 对 那那为什么不会呢 很明显的 他东西 这些东西煮的好吃 比较重要嘛 嗯 对不对 BB 他到底是不是只提供牛肉面 还要重点 那所以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 有听过说 如果你今天定好了一个定位 你就不要轻易 在你这个 同一个平台或账号里 去分享这个定位以外的内容 那其实我觉得就我的观点来看 就有点像 如果你一开一间牛肉面店 你就不能卖炒饭跟水饺一样 对 我已经好久没有理这种 这种想法了 我自己啦 对对对 对啊对对 是是是 对所以 因为我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星辰老师 你的这个 内容跟服务项目都非常的多元 对 我没有定位 怎么办 我没有定位 我有点担心 对对对 然后 你如果说我定位是什么 我真的还不知道 我之前有在这个咸云的课里面分享过 George高这个国外教练 星辰老师 你后来有去看吗 对 你有看过他影片吗 没有没有 没关系 还没有 反正他最近推了一个AI的课程 对对对 那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很跟上的时代 虽然说他年纪比我们两个都还要大 应该有不少 但我觉得他蛮跟上时代 然后就是很诚恳的一个人 那所以你看他AI也做 他广告投放也教 他内容创作也教 做线上课程也教 然后身心心灵的这个成长也教 对没有限制 对啊都很很广嘛 那但是我觉得 大家常讲个人品牌 个人品牌 那对你这个人就是你的品牌 其实我觉得个人品牌 它是一种结 它很明显是一个结果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今天不刻意经营 别人对你还是有一个特定的印象 只是说这个印象可能不太多人知道 然后不是很鲜明而已 对对对好 那再讲回来 那就是刚刚讲的牛肉面店嘛 对牛肉面跟这个 就是炒饭跟水饺 所以我觉得 重点在于你的餐点好不好吃 不在于你到底 是不是挂什么招牌里面 买那个东西 其实你只要不要差太多 就像你挂某某某牛肉面店 然后一进去发觉 怎么在卖手机 但这个就有点太夸张了 这就是正港的挂羊头卖狗肉 这样就不太行 对这就这样就真的太over了一点了 对 可能还是得卖牛肉面 但是旁边有个摊位摆手机 可能还是可以 说不定 说就可能还可以 就是今天编持销带做一些 对手机维修 对对对对对 突然有个场地这样子 对对对 好 所以我之前就跟我咨询的对象这样分享 然后他就很有感 然后我就接着讲 那时候我就接着讲说 那如果你不太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是要买牛肉面 对不对 牛肉面我刚刚是直接给出来嘛 所以是suppose 就假设这个人知道 他一定会是牛肉面 那如果你现在 没办法那么聚焦到牛肉面 那你先写个面馆可不可以 就写个卖面馆 面店卖面 就范围更大了 对对 对那这样是不是好像 你又可以更名正言顺的 把其他的什么大炉面 炸酱面 干面 全部放进来 没有问题 对对 那甚至甚至好 你说好 我现在连我要卖饭 卖面 卖水饺 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假设我这些都还不知道 好 那我们常常去一些旅游地 一些景点 可能就会看到什么什么 小吃部 对 通常很有名 很有名的都是叫什么小吃部 如果你连卖面卖饭 卖水饺什么等等 你都不太确定 那先写个小吃部 也没关系嘛 只要你不要在里面出现 龙虾 热眼牛排 这些很夸张的高档食料理 你其实卖其他什么 这样吃的 大家都没有意见 都觉得在正常演过 对啊 所以这几个 这一 这个故事 举例是我曾经 和在咨询的过程中 跟对方分享的 我觉得 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 跟我的观念 其实是 跟我现在的观念 其实蛮合的 因为 我以前也当过行销老师 我们也有教行销 定位 然后 就是为了要销售 或是行销 然后发展出来 你一定需要让别人 就是一句话里面知道 你现在专门为了谁 提供什么服务 然后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是很多人在教的一个 一个做法 它已经变成一种 已经变成一种话术 那我相信就是像 刚刚这样子说的 品牌行销 社群行销 这让我想到 就是大家都会讲样子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定位 然后你要让别人 你要万绿从中一点红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就是它就是一个 我也是把它称作 它就是一个事后分析嘛 就是一个 有人做出来之后 然后告诉你说 就是你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这样子 然后结果让大家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我以前也受 也受这个苦恼过 就是 就是看一些书 然后刚刚要创业的时候 他们说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 我就写了一大堆 我有兴趣的是什么 然后我有的技能是什么 然后我擅长是什么 然后我都能够服务到谁 这样子 然后就 写了很多 然后写了很多句话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去做的时候 好像没有 太大实际的一些帮助 然后又或者是做了之后 发现 这个其实不是 我不是很喜欢 或者是做了实际上 没有这个需求 或者是做了之后 然后 又发现 原来我更擅长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到头来 后来就会想说 那我当时想的那么辛苦干嘛 就我 现在我也是跟学生这样说 就是 他是那个是一个 他那个就是一套方法 好像很多人告诉你说 什么行销流程 一定百分之百有效 可是那其实并不是 万无一失的做法 那只是别人写的书 别人写事后分析 然后在他当时的生命阶段 但是是管用的 然后 但是他写成书交给你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常讲 周杰伦交不出 下一个周杰伦交给了你之后 也不一定管用 那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像万无一失的做法 就是行销 所谓的定位这件事情 对 他是一个事后分析 但是 当他变成单纯 一个逻辑思考的时候 就让大家困在逻辑思考里面 然后 实际上你在写这东西之后 根本没有什么产能 就像我刚刚 我刚说一样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想这东西 可能不定期 我每次上一趟 每次买一个别人的行销课 他们就会讲一下这个 我就会重新去试试 那我现在的定位是什么 其实想这些东西都好累 到不如去服务客户 然后客户会跟你讲 老师你很棒的地方在哪里 我说是 这样子好像比较好 对没错 所以我也是跟 我也是跟学生说 就是定位不是想出来 是做出来 你想五分钟就好 差不多五分钟就不要再想了 真的 对 然后其实乱写也不会怎么样 对啊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很认真的去想 但是 可能还是实际上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贡献还比较 可能会比较实际吧 那最主要就是 我觉得刚刚 江泽讲那个很棒 就是它是一个尝试的结果 不是先决调节 而且它比较像是热情 对 我觉得定位跟热情 所以那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先做你有热情的事情 我觉得讲的这个 感觉蛮棒的例子也很 很 很 很棒 牛肉面店也没有用卖炒饭跟水饺 这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在做行销 我们看了很多那种行销教练的广告嘛 对不对 对 而且就是每隔几年 可能以前有什么 SEO行销 然后过了没几十多久 就有Facebook行销 然后过了多久就 Facebook广告 然后IG广告 然后IG行销 然后什么 你看所有的这些行销的课程 就是它就是 换个招牌 进去里面 教一样的东西 哈哈哈 当然有些演算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可是他们教的所有的那种 你要先一个定位 然后一个行销流程 对不对 然后先热络客户 就是那种 呃 就是人性面的东西 或者是流程面的东西 就是 感觉就是换一个课程名称 可是教的都一样 或是我教你文案 就里面还是在教行销流程 或者我教你微信行销 我教你LINE行销 然后里面还是教 但是 当然不是说 不是说不好 那 对 可是可能像我们这种已经学很多了 就觉得 哦怎么都会 就是 有点像是 我去牛肉面店里面也卖炒饭 我去鲁肉饭店里面也卖炒饭 我去各个人都卖炒饭 这样说就会有点 有点 有点 好像没有那么有意义 嗯哼哼哼 对对我来说啦 可是对新手来说 他们还是需要学那道流程 应该是这样子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帮助的 对 对 那 刚提到说就是 嗯 就刚新城老师提到说 每一个很多很多 很多行销相关的课程 都会从定位开始嘛 对对 或是会涵盖到定位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对 那甚至我发现 嗯 有一些 嗯 可能密集的课程 或密集的可服务 就是短时间 几天两三天这样子的服务 他甚至是以协助你找到定位为 就是核心中指跟目的 这样 对 那 那是不是对象要很明确啊 因为 我们在聊的那种定位是做出来的那种人 可能是比较算是 新手或是创业的一些朋友 那 可是如果是有一些像已经很有经验的 比方说像你 然后像我们 我们已经有客户实际上做了很久 我们有足够database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给他 运用他所做的这个定位 我们再去做他 为了定位 为了出来这个定位 而必须做这个练习 好像会比较管用 嗯 对啊 我就觉得他 尝试过后嘛 所以有没有那个尝试 然后尝试他多久的时间 其实因人而异 就是见仁见智 对所以 嗯 如果是他都还没开始分享内容 还没跟潜在客户接触过的人 嗯 无论他潜在客户是哪一群 我觉得 找到定位就 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 呃 先决要件啊 跟第一步 因为 在还没有分享过任何内容 在还没有接触过任何的潜在客户 也就是他还没接触过他的市场的之前 的任何定位 都很有可能在他接触过 几个潜在客户就马上被打翻了 啊那也不是说打翻 就没有必要先做 你也 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专门精华 花了几天几夜想这个事情 这样 对对对 你也可以先 就是做一版 然后再拿来优 没有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嘛 对对 但我又觉得 那个有没有 没有那个必要性 对 然后另外就是 嗯 但 但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 还很强调 他不是只针对说 你也有经验才强调 他说 如果你要刚开始来做 你就要先做 找好 嗯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他没有意识到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他也即便意识到 但这就是他的强项啊 所以 这他的吃生财工具 他也只能就是继续讲 对 就是 走这个方向 对 那 嗯 另外就是 如果一次以牛肉面店的例子继续的话 你一直在还没有真正开门迎接客人 让你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先来试吃之前 你一直在改定 我记得有点像你一直在改你的招牌跟菜单 没有意义 你客人吃菜 客人不是吃菜单看招牌饱的 吃到东西饱的 对 对 那但是你整天在改菜单 跟你改招牌 你就改饱 你根本不用做其他事情 我觉得背后就是有那个 这样要这样做 你有跟别人探讨过这些事情吗 你有没有跟 你说我吗 就是一些客户去探讨过 他为什么要一直改菜单 为什么要一直想店 有啊 有啊 有有有 就是因为有探讨到 所以才会有分享刚才前面这个牛肉面店的例子 对 对那 通常啦 通常会发现 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我会跟他分享这个例子 然后我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 那通常得到的一些feedback就是 因为他们之前上过的教练课也好 线上课也好 就是跟他们讲说你要这样做 那 可能会有人想说 大家都那么乖吗 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做 不是吗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坚信呢 那就是因为有些同学确实这样做出了成绩 就是很很很很很直白的一个事实 那些是有探索期 有过探索期的人 对 但这有几个原因嘛 第一个就是那一些人他已经有过探索期 那第二个就是 所谓的出成绩 通常大家就是讲说有没有得到客户吗 有没有收到钱吗 对不对 对 但有没有得到客户 这个是太多因素综合下的结果 这不是你有没有定位就可以讲得清的 对对一个人有超清楚的定位 但是他 他 帮助人 coach人都没有什么样的转变 他还是 他有办法获得客户吗 其实还是有办法 对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回头客 可能就是会 哈哈哈 招牌杂烂 对对对 可能还是 就是很好的心想 很喜欢很烂的产品上面 对对 所以所以他有很多很多该怎么讲很多因素的综合 综合起来的结果 但 嗯大部分像我一开始也会就是会觉得说啊 他有成绩 然后他用的是这一套方法 OK 所以他这一套方法我应该每一个步骤都要步一步做到位 那我也我也有机会出成绩 这样 对 我觉得是很多是源自于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相信的 在我们创造机器模式里面有说一个东西叫做 呃 万无一失的迷失 就是 好像 好像只要照着某些人 在宣传 宣传的某些方法 或步骤 或做法就 一定会做出成绩这样 可是在 我们在课程里面在探讨的时候 就会发现 呃 对 有时候有效 可是不是百分之百 也不是百分之八十有效 对 然后有些对有些人有时候有效 对有些人有时候没效 然后可是 当我们越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创造力就会消失 就是我们会 被限制住 我们真正能做的一些事情 对 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个逻辑给限制住啊 就像我说逻辑跟直觉的差别 逻辑就是从一到十嘛 你达成一个目标 哦 从一慢慢走 走到十 可是直觉是 你其实接受到一些灵感 你知道怎么直接从一跳到十 对 如果一个人太专注在那个逻辑的时候 他认为万无一失的方法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 第一个就看不见他的 更快的方式 更好的方式 或更适合他的方式 然后 第二个是 他有可能不会做任何事 嗯哼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一直觉得这个很重要 要做这样才有效 然后 结果他不做这个他就不去做别的事情 好像我们前阵子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学很多不管是什么啊 那本书叫做一周赚进三百万 那个Jeff Walker 也很久以前那个一个网络行销的一个专家讲的那种 lunch 的那种做法 然后前阵子我听Emily说 那个他听过一个老师讲 叫做档期行销 我说哦有改名字哦 哦 ok 之类的 然后 然后 那一套 我们以前也学过 我们以前用过了 好像是有效 有一阵子是很有效的 可是他 嗯百分之百有效吗 也不是 可是在我前阵子 我们前阵子在跑专案的时候 就会卡在这个 我认为万无一失的做法 就是哦 现在 我在跟别人谈到做的时候 我就想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耶 然后 然后好像就 会不会就 我们就会担心 不这样做是不是就没有成绩 嗯 有时候你过去的成功变成现在的制约 有时候你以为有效的事情 他反而卡住了你去行动 那因为 因为我觉得好像不这样做 好像就不会有成绩 可是实际上真的不这样做 就不会有任何绩效吗 也不是啊 然后 所以 后来我就是 后来我们就不照那个方式做 哈哈 但是还是 还是 还是有一些成果 所以就 摆脱这个制约啊 但是你刚刚说也像我们 我在 我们课程里面讲的一个一样 就是 一直改菜单嘛 你刚刚说 为什么要一直改菜单 一直改招牌 我的讲法是说 就是有点像 很多人喜欢计划 然后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计划 的目标其实就是 很重那个结果 他们想要有那个成果 然后他们以为 他们想要的成果 会是他们计划出来的 嗯 然后我就会说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想象地图跟享受旅途的差别 就有一个人出门之前 就在家里一直想象地图 我要到这个地方 有路线A路线B路线C 然后他画好地图之后 一出发 然后出门就遇到 原来不是这样转 然后他就很懊恼 所以回到 回到家继续重画地图 然后坏话 再出门 结果 拐个弯 走一走 又遇到问题 然后就开始懊恼说 为什么我画地图跟 实际是路线不一样 他讲的就是废话嘛 因为那个地图是要想象的 哎呦 可是与其想象地图不如 这图是不错 对啊 不如享受旅途 就是 你就先不要画 因为地图是 地图是你走完之后 画出来的东西嘛 嗯 我最近最近刚好 有跟学生也是分享 我们在谈是关于计划这件事情 但是跟你刚刚讲就是 我一直改菜单改招牌 感觉其实也蛮像 就是那个人心里一直在想象 一直在想象 啊我的客人可能不喜欢这个 我的客人可能喜欢这个 然后 对 结果都没有在做事啊 对 都没有在炒菜了 都在改菜单 对 所以那再开个文案 一堆废纸 开个文案服务好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讲法也蛮好笑的 所以 所以 对于一般 就是卡在定位 烦恼的人 你会 建议他采取什么行动 或者是 其他的思维吗 啊 OK 我会有两点 两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这边 分享这两点前 我想先 讲一下 嗯 跟 echo一下 呼应一下 刚刚这个 呃 他们也知道重点 不是在计划 他们知道重点 就是在计划 根据计划 去执行之后出来的成果 才是他们想要的 对 那因为他们对于 职果的attachment的执着 让他们 嗯 觉得说啊 我计划 我计划这个阶段 就要先万无一失 才能尽可能的保证 我可以达到 我想要的结果 对 我觉得这是卡住最多人的心态 对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样子 我忘记 我其实不确定 到底是我自己自己想出来的啊 反正我也找 我也想不到 这个是 就是我原始的来源的 就是 呃 成功跟失败都 都不是被 都不是被 而且也无法被 模拟出来 就是 你在计划里面 你觉得可能会 会 无效失败的地方 真正执行的过程中 它不一定会无效 那同样的 就是你 你觉得在计划中 呃 我们觉得在计划中 可能有效成功的地方 真正在执行的时候 它也未然一定有效 对 那我 就是我自己在 常常在可能 呃 发 之前介绍我自己的新课程 或者是在发布内容的时候 就常常这样子 你觉得这个内容 应该很多人会喜欢 哦 一个赞 你有沒有搞错 然后 这一个 诶 就没什么想 就直接捡起来 就是发了 哦 然后就还还行 比较多这样 对 所以 呃成功跟失败 再多次的模拟都没办法被模拟出来 我记得我之前我忘记的 到底有没有 但我隐约记得 我好像在在上班族的时候 有跟我的大主管点过这句话 哈哈哈 但是应该很隐悔吧 所以他不知道你们听进去 就是 对 就是 一样嘛 因为公司大 然后 嗯 嗯 嗯 该怎么说 很多时候 大家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所以 哦 事前的 一个公司的文化 事前的这个模拟啊 确认很重要 但有时候 时间都是卡在这些 然后我们整天觉得对手很创新 很有创意 这废话 我们真的 我们人家一个都 一个想法到执行 可能只需要过两关 我们要过个四五关 那当然我们会比不上他们 这速度上就差那么多 要走的 对 要走的关卡多那么多 对 就花太多时间在想 想象地图 对对对 然后在确认 在确认风险 在做这些这样 那 嗯 这是我刚刚 就是呼应的 那如果说 哎那 针对定位这一个 我可以给什么样的一个 建议呢 或者是行动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就是 一个是比较偏心态面 所谓心态面就是 嗯 一样是来自于George 就是那个教练George 国外的教练 他有 他在他一篇 影片里面 有分享 对定位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其实 我们可能都把消费者想得太笨 或太蠢 什么意思 就是 即便你今天 就有点像说 即便你今天 直接小吃部 或是你在你的招牌上面 什么都 不写 你就只写个牛肉面 成语炒饭 成语水饺 哎 难道大家就不知道你卖什么吗 或者是难道 他就不知道 你的专长是什么 他对我们常去吃 早就知道说去那里吃 就是要吃什么吗 对对对 那即便他不常去吃 他第一次好 好 那他 他有可能因为你的定位 跟你买你的服务 或产品 不可能吗 一样还是要再进一步去看一下内容 或是看一下什么 至少产品销售业等等 对所以 假设今天这个牛肉面店上面 面不是写面店 也不是写饭 就是饭铺 也不是写小吃部 他就写牛肉面 乘以水饺 乘以 炒饭 点点点 这样假设就真的写这样子 当他的招牌 对 那其实更简单 大家就一看就知道说 他有牛肉面 水饺跟炒饭 还不用看菜单 直接把菜单截取 截上来当招牌 当然他看起来可能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专业 但一目了然 这是比较诙谐的举例 但 就对他讲的是 即便你今天 你今天针对完美主义 就假设我今天对完美主义 我有些想法 我分享了几篇内容 又过了几天 我在看一本关于自信的书 我觉得 这个作者讲自信讲得蛮好 我自己有一些经验 然后我可能也分享了几篇 内容 好 那再过几天 我又讲到了这个 害怕失败 如何面对恐惧的书 我也觉得这本书讲得蛮好 我也会分享相关的内容 那这些 如果你要用一个大框架 把它们框起来 都属于个人成长 自我成长 对不对 对 那我这样 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章法 就是几天分享这个 几天分享这个 几天分享这个 但这个内容出去的 有感觉的人 他可能就会追踪 他可能就会订阅 他可能就会看 那没感觉的 我怎么样写 他都不会有感觉 所以 对这个作者主题没感觉 他就滑过去 那滑过去没关系 反正他对于 完美主义 没有共鸣 他可能没有 但是他对自己不太有自信 所以他看到我自信的贴文的时候 他有感觉 他把他收藏起来 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对于完美主义 跟自信都没有过敏 但是他很害怕失败 那他看到害怕失败 这个主题的贴文 他觉得有过敏 他把他按赞收藏起来 那假设我在过一两个月以后 我推出类似相关的课程的时候 那对于想要改变完美 呃 摆脱完美主义的人 他自然就可能就选这个课嘛 那想要提升自信 他就选提升自信的课嘛 那想要 呃 摆脱害怕失败恐惧的 他就选 摆脱害怕失败恐惧的课嘛 就是 他消费者很聪明的 他会自己选他自己需要 对 我在想大家可能怕的是 这一点大家 他 我那天听到一个学生讲的就是 他在他可能在分享是有关于财务 呃 就是那种 你知道 就是 台湾大家都就是赚钱比较 流行嘛 所以 那种分享财商的啊 理财的啊 赚钱比较流行 那种 那是主流 对 赚钱比较流行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 为什么杂志就只有这些商业周刊呢 为什么 国外杂志都很丰 很丰富多元啊 也可以有登山杂志冲浪杂志 为什么台湾就只有赚钱 我以前有这样想法 我就觉得很奇妙 然后 啊我那个 那个学生 我就发现到 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就 他就有跟我分享 我们在做coaching的时候 他就有分享说 他会有点担心 如果他分享一些 他喜欢的事情 可能比较深心灵的东西的时候 他怕他 他怕的 的follow会 掉掉下来 会减少 会有人不follow他 嗯哼之类的 其实确实有可能 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对 确实是有可能 因为我最近就在经历这件事情 呵呵 就是有些人 没有啦 我乱猜的 我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啦 因为我最近开始 比较讲coaching的事嘛 行动力相关的少很多 对 那就 就是回想啊 贴文的回想什么 就会少 比以前少很多 那我觉得很自然啦 因为 以前的人追踪 我是因为他想要看到 目标实现行动力相关的嘛 对 那现在我比较 这些比较少了嘛 那他可能觉得 啊那这个人比较少 那我先退追踪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先生老师 你这么想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 那就要看 那你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不是说你 就是这个人要的是什么 对 如果如果他一心一意 就是想要 赚 赚钱很好 我的意思我也想 对 就是赚钱很好 没什么不好 就是想要先去尽量符合 市场的需求 只要他自己不不抬次这件事情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符合市场的需求 那我觉得他也可以走这条路 没有问题 就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嘛 但如果他希望能够再符合市场需求 跟符合自己当下的热忱之间 抓多一点平衡 那他就可以去抓这比例嘛 他跟 就他自己的财 财务的比例在高 就是保持七成八成 那另外两三成 分享一点他自己感兴趣的身心 或者是自己拉出来一个频道 对啊我觉得 对其实做法很多 做法很多啊 对啊做法很多 我就是让那个失败 重点就是 就是成功和失败 都无法被模拟出来 大家都会想都会以为我的重点在成功 对 但其实成功 但其实他只是害怕失败 对 要不我的意思是说 呃 如在你还没行动之前 你其实不会真正的失败 对 对对对所以 呃 在还 哦对啊但是就是因为成功 行动以后就会有失败的可能 所以很多人会一直卡在前面 这一个这个计划 因为 就一切都还有机会 对 保持这种 对 充满机会的可能性这样 我觉得你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散 就可以 就可以散发别人的潜能 别人的行动力啊 一样是行动力啊 哦是 对啊 因为大部分有时候没有行动力 就在拖延 其实那就是很多心理环节 就是 应该是吧 我猜应该 比方说恐惧啊 是最最主要的事情 对啊恐惧 恐惧失败啊 有时候会恐惧成功 有很多 很多类似的东西在里面 这样子 对那刚刚刚那个是 第一个吗 就是你说 对 给 针对 这个 定位 定位的朋友可以怎么做 这样 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 一样是George的 哦我干脆找一天有机会访谈他 一直括着他的话 这样 就是 对啊 这样不错 嗯 但是因为我真的很认同啊 他说 Don't niche yourself 好吗 Do niche your offer Niche就是利基 N-I-C-H-E 那个字 所以他说 对 不要帮你自己找个利基市场 但是 呃 Niche your offer 就是你 你的自己才 产品或服务 他必须是 是够有一个聚焦的定位 然后 我觉得这比较 有点类似 我在做清醒梦 这个课 这个课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定位嘛 因为 有些人做 有些人想要 我们分析过消费者可能 不一定都是身心灵的 会想要学清醒梦 可能是一般人 就觉得这东西很酷 对不对 然后 但是我们还是focus在我们自己的族群 然后去做这课程的时候 他一个定位是 你在练习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真正能够体会到的答案是 是 我们常说那个金刚精 或是一些心理成长的东西 对 你会真正是有觉察这样 就我把这个产品给定位化 但是我自己呢 我就在还有其他课程 可能我们有双技能闲运教练 对对对 那 对 我现在就不会 不会想我自己 在什么 我自己做什么定位立即 可是好像产品的话还是会 还是会需要大概知道 我做的跟别人做的 有什么不一样 慢慢做出来 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想到这件事情 他说的 我是没有把这一部分考虑进来 就是我们的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虽然说我自己还是做了几年的行销 但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先是 如果我定义自己 我会先定义自己 我先是一个教练 才是一个心脏课程的讲师 所以 然后我 我倾向 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对 所以 每一个人生命都是独特的 对对 所以意思就是 然后我 我自己对于某一个领域的理解 跟见解或看法 我基本上都会在我的免费内容先 讲得七七八八的这样 就是 对 所以 就像我刚刚前面的举例 假设我今天先分享我的 先分享 完美主义相关 后来分享自信 再来分享害怕失败 我在一个两个月后 分别出相关的课程 对 的时候自然 自然他有需求的人 他就会去选制合他的那个课程 对 对 所以 我不太 我但我猜就这个原因应该是说 你的 我们的像我的 我可以分享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 只是我的一门课程里面 总是根据解决一个 在针对解决一个问题 或者是协助这一个课程的人 达成一个目标 对 而不是说我这个课程 什么东西都讲 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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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讲 这样 对 那当然 也有这种课程 就是什么前方位 个人成长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是年度 年度成长计划 对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很适合一开始的 自媒体啊 各种品牌教练 就没有很开始很适合 即便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都觉得这个还离我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 对 要有一批铁粉 比较容易做得起来 嗯 对 对 对 在一开始可能还是一些嗯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服务或是产品 他比较专注在解决 呃 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协助达成一个目标 哦 这样他就会对 对 那自然有需要的人他就会去 诶 那嗯 刚刚呃 就是星辰老师你有提到 那那位 呃 财务的 财务他想要分享身心银的学员 那你后来 就是你 针对定位这件事情 你后来是怎么样跟他谈 呃 我其实没有没有跟他谈他有定位啦 只是我们在 我们在coaching的时候 因为他他其实他的 他的follow有蛮多的 他做几个月而已就已经上万人了 对对对 所以他等于说 这个主题应该是很有机会 对对对 但他也很厉害啦 然后产量也很大 然后很自律 对 但我们我们当时聊的只是 比较内在的状态居多 就是 比较是 呃 关于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的那些内 内在的一些冲突 对对 虽然很成功 但是可能有一些内在冲突 然后只是 我们有 必须已经聊到 他说他其实也有想要做 也会想要分享他喜欢的东西 可是他因为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太 你有时候太清楚自己 你认 你有一个想象 你认为自己是怎么样成功的 然后 然后 结果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 这样的前提就把自己给 给挡住了 对 其实我也是最近有在慢慢理解 这件事情 以前我都觉得会是一个制约 我所谓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赚钱跟经营事业是两回事 我其实不不只一次在 我在富勒博士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 一个 要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伟人吗 美国的一个 我觉得他可能类似达文西的那种 的那种厉害的一个人 我就听过他讲这句话 他说 但是那是 十年前的 我那时候听不懂 就是 为什么赚钱跟 经营事业是两回事 然后前阵子又听到那个 嗯 麦克尼有在 他有一个影片里面 不小心有提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是制约 所以为什么赚钱跟做事业 为什么不能一起的 对对可以一起 他其实确实可以一起 但是我只是发现 哦 就如果有一些 我最近在coaching的时候才发现到 哦如果有一些人 他一直只专注在 赚钱 然后忽略了他一些 他自己的本性 或是他想做的事情 或是他的 天赋热情 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嗯 的确有可能像我们刚刚说的嘛 他如果做 做他有感兴趣的事情 可能会掉粉 他可能钱会赚少一点点 对好像在这个情况下 他赚钱跟热情就是两回 只赚钱跟经营事业就是两回事 可是如果经营事业的话 他不一定是 不会去看这个 他可能不会去看这个数字 不会去看他的 钱跟他的 粉丝的这个人数 他可能会看的是他给别人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多么的 全心全意的去做 然后 他的 他可能专注在 在客户的身上 而不是专注在 这些数字上面 嗯 嗯 嗯 就是好像确实 我慢慢理解到 好像确实会有 不同的道路 对 所以我之前其实不是在讲 不是在聊定位 哈哈哈 是在 我突然发现到 他的这件事情 这样子 是 但可能就是他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定位的这个概念 所以 他觉得这样做是会 这样做才会成功 所以他就不敢去做别的事情 这好像是另外一个层次定位 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这个层次我以前也 也常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遇到 就是 我刚开始做身心灵 然后后来我有一天教我网络创业 然后我就觉得困惑了 就是客户看我是 教身心灵冥想的 然后疗愈的 可是我现在突然教我网络创业 然后别人会搞不懂在做什么 然后有一次我去上一个 一个天赋的一个课程 然后他就讲一个 一个人 叫做Tim Ferriss 他就说Tim Ferriss 他其实也一个人做很多个 不同的产业跟事情 可是他有一个保护伞 那个时候当时那个顾问说 他有个保护伞 他有个品牌 所以成为一个创作者 你要把你的这样一个品牌 一个保护伞 也就是你的一个 其实就是定位嘛 就是你的 你的核心给找出来 然后听到这个时候 我又回到 到底我的定位是什么 这个问题 那他 那他有说 Tim Ferriss的保护伞是什么 就是他的品牌是什么 你看他的书 全部都是4Hour 啊 对他的 他的定位是捷径 他喜欢找捷径 是 所有事情都找捷径 4Hour Work Week 就是 就是 赚钱的捷径 算是赚钱捷径 然后4Hour Body 就是身体上捷径 然后4Hour Trip 就是煮饭 可是他实际上在讲学习的捷径 就是 Tim Ferriss他的定位好像是这个 可是我们也从来没听到 Tim Ferriss他自己在讲 我的定位就是捷径大师 你都来在讲啊 而且这还是我们自己 因为有在创业有在接触 才比较看得出来 我相信你一般人 没有在创业 会接触行销的 你问他 他绝对 他如果知道Tim Ferriss 可能有人会回答说 哦 我知道他在搞健身 然后有一个人跟他讲 对 跟我们讲说哎呦 他在搞创业的 然后有一个人在讲说 呃他在他是天使创谈的 什么的 对对对对 他确实在做访谈嘛 他访谈做得很成功嘛 对对对对 对所以 我就是 其实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定位 定位只存 我记得在那个哪一本啊 这才是行销 S.S.Gordon 啊 他写到一句话说 定位没有存在其他任何地方 他就是存在在消费者心里 对 对所以 不管我们怎么样做 每一个人在他心里都会有 对我们这个人 或是这个公司 这个品牌的一个形象 对 我觉得这句话 如果我 我去延伸 我觉得 像我刚 我刚说我自己的问题啦 就是 我为什么会因为在 在你做生意做到某个 程度阶段的时候 你又会回来被定位给困扰 我觉得 那个是 S.S.Gordon 你讲的蛮好的 就是你觉得定位的问题 其实就是存在在我们自己心里而已 对 嗯哼 就是我们自己创造这个问题出来 其实根本就 可以不用讲这个问题 哦对 对我现在我现在这样想的 就是好好的去把我们的炒饭做好 就是 比较有趣 对对对 除非客户真的跟你要求的时候 我们在说 哦好 好 那我们来做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如果有一天 你做品牌做定位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 就像你招牌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别人找到嘛 嗯哼 对对对 然后 那 有人要找你吗 哈哈哈 如果有人要找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一些客户 然后客户说 哎 老师 我要转接上去客户给你要怎么样 怎样 怎样 比较好 或者是我要怎样 我就这个时候再把它再用出来吧 就是说哦 那我用个招牌 或是 哎 那我再用个定位 或是 哎 那你觉得要怎么做比较好 让客户来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 就不要自己去浪费时间想 浪费能量 我觉得有人要找你吗 这句话蛮关键 就是对 现在 我觉得可能有点吊诡 或是有点 思想 思想的 乱辩论吗 因为一般我知道 我们以前教行销就是 行销的那个话术就是 你怎么让客户自动 找上门 像我们做SEO也是吗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已经有服务了 你做SEO才有 当然以 如果以从零到一的创业你也可以因为会SEO这个技术 或是会广告行销这个技术 然后 定位出一个市场 然后 想出一个服务 这样子 也是有可能 但是大家都是要 都是测试之后才会知道结果 这样 然后 对 所以既然都是要测试的话 那还是 还是行动悠闲 就是 还是赶快去享受旅途 然后 不需要一直 太花时间在 一些想不透的事情 这方面 没错 而且 刚才我也想到就是 虽然说这样讲起来可能会得罪一些 但 我必须说包含我自己 就是 我自己的任何的推广 我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其实都是 就是 因为大家出来 即便我做 我把教练 疗愈师 咨询师 生涯咨询 咨询这一块 我自己把它称为助人事业 就是 我相信会来做这一块的 特别是教练跟教育师 我 我指的教练是 国外的coaching life coach 这一 lead business coach 这一种 这个 而不是台湾泛滥用 把教练泛滥用的这种教练 我相信大家都是 有 心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要帮助人 才会踏入这个领域 不否则还有其他很多领域是更好赚钱 所以我把它称为助人事业 那 我是觉得说即便是助人事业 他都还是一个事业 他还是一个business 所以他必须要有profit 他必须要有 就是利润 他有办法活下去 所以 每一个人在这个市场中 尽可能的为他产品跟服务发生 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本来就该做的一件事情 不然不然你的 你的事业怎么活得下去 但在这种在知道这个前提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就像刚刚市场老师有提到 有一些人他做了SEO 然后SEO做的不错以后 把SEO拿来当 变成他的服务了 就是 他本来是 可能对某个东西感兴趣 那 他或许 对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教练 我就看到他们在行销 可是其实跟我以前也是一样 我以前是已经成长了 然后后来有交行销 我看到也是 乌克力老师然后突然教你怎么赚钱 然后是 生性成长老师 然后还教你怎么做 做做行销流程 我就 对 那 其实就定位 定位没那么重要 嗯 我们今天的结论出来了 哦哦哦 哦 他上面写什么也不这么重要 没有突然想到 好像 这当然也是一个 对 对 那 那 我要说另外一个是 嗯 有一些像 就像乌克力老师 或者是吉他的 他他可能原本 他是想要透过SEO 来增加他的 乌克力的 的 学元素 上 上科学元素 或者是他吉他的上科学元素 哦 所以他可能去学了SEO 他去学了广告 他是用了以后 用了以后 他用了 他 呃 有了一些心得 对 有了一些心得 所以他就可能 开这相关的课 SEO相关的课 广告相关的 帮助他以前的 以前的他自己 这样子 对 对 对 所以 呃 帮助他以前的 以前的他自己嘛 或者是帮助遇到类似的人 我觉得这个初衷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呃 只是说 只是说 因为文案的写法嘛 就是销售文案 我现在已经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在 越少在我的 这个课程的服务内容里 用比较copywriting的那种感觉 那种方向在写 对 因为我自己看这些东西 我真的是看到 够了 我是太腻了 说实在 对 所以我不想 对 我不想写出这种 我自己看腻的东西出来 那 当然我 所以 我有时候 我其实蛮多时候放弃掉很多 我其实知道怎么样写 对 比较 比较有吸引力嘛 怎么样写 比较容易转单 但 嗯哼 我 对啊 我觉得 我既然选择做这个 就我希望我想的 跟我做的是能够尽可能一致的 对 那 呃 所以 我要讲的就是 假设他今天他原本是因为他要宣传他其他服务 然后他他去学seo广告 后来这个学好了 哎 效果也很好 所以他回来教这个初衷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他为了让他事业活下去 他就会不断的去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嗯哼 所以 他可能会强调seo的重要性 他可能会强调广告的重要性 他可能会强调定位的重要性 那你说这个错吗 也没什么错 就是 因为这就是他在行的东西嘛 他他这样子起来的嘛 他或许真的不知道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成功 那他或许知道 但是他相信他的比较好 我后后走到我们说的这个例子 就是 哪一个 你在 你在一个 你在一个白纸上面 用硬币画了一个圈 嗯哼 然后接下来你在那个圈里面 发挥你的无限的创意 在里面画了色彩拼分的图 可是你再怎么画就是在那个圈子里 嗯哼 对我突然想到这个 只是一个联想而已 哦 ok ok 对因为你刚说的那个概念是 就是他会一直拥护 他原本的那些想法 他会觉得 对 这个东西就有效 所以他会一直 因为 神经连结是重复的嘛 因为重复要越大 所以他就会 对 独处就有点 独处就有点的愿 就像我刚刚以前谁说的 对 就是 过去的成功可能会带来 就是 不一定会带来未来的成功 可能会带来现在的失败之类的 就是因为 已经把自己缩线在那框框里面了 对那 他们拥护我觉得 他们拥护没有问题 就是 因为他影响他自己嘛 但我觉得他们拥护 当然很多人都在拥护各自的观点 会形成的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会误以为就真的只有这种方法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 对 我觉得这是比较我想要点出来的 万无一失的迷思 对对对 我觉得 我找到点出来的就是 当市场上充斥着说 你一定要透过清楚的定位 你一定要透过一个很漂亮的文案 一定要透过很精密设计的一个销售性 然后销售性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销售性已经 不是不单只是吸引人的 他还很有感情 我在我在前两年我自己参加的 一个 买的一个线上课程里 后来其中一个章节在讲email marketing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作者 他写他的信是有script的 对 说实在我当下 我那感觉真的是非常复杂 对 我之前只会觉得说 这个人的故事怎么好像 嗯 不错文笔不错 写的不错 然后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说什么 就这东西 它是有一个销售目的在背后的时候 我就觉得 come on 就是 所以反正反正我现在 我我我我我可能有点像是冬拜的 对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 又很很贝离 很贝离主流行销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 不是没有到厌恶 但是真的不是很喜欢 就是 因为后来这种信收多了 我们不知道说那到底到底这东西 他 不是他那一种那一种销售信 他比较不是说我捏造什么东西出来 你很有可能分享东西都是真的 只是 分享的顺序 跟在内容篇幅里面所占的比例 跟一般我们会写信给朋友是很不一样 然后 George就曾经讲过说 其实你在写信给你的读者 或本身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一下 如果他是一个好朋友 你会这样写信吗 你会藏着心里藏着一些agenda 然后希望他怎么做 还是你有什么就讲什么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蛮好的 就是像George的信 他这一封信 他是要讲 他介绍卖课程 他是要推 就是介绍他的课程 他就是 一开始开中 名义就是跟你讲课程 就整封信 然后也不会太惨 对 那我又觉得那这样很棒 然后而且就只有一封信 但是很多时候课程 浪迹像那是党期行销 就是可能星辰老师之前 也知道 就是他好几封信 对 几天 一封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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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一次以后就从来不试 非常厉害 对 我们试过 我们试过无数次 我们还把它专案在里面 我试过一次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团队在执行那个东西 对 我我我只是试过 那我我后来就 我后来就不试了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那一次虽然说 是用那个类似的形式 但是我已经很改成 我自己可以接受的话了 说实在 对 但我还是觉得跟我平常 给出的内容风格 真的差太多了 哦 对 那然后我也不是说 这东西一定是多么 邪恶 或者怎么样 因为有些人确实对这东西感兴趣 那就去做吧 对 那 但如果对这东西没有什么 没有感兴趣 我相信心灵吧台很多观众 应该是没有很感兴趣 对 对 那 不是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对就是 不用销售性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甚至你更有办法 去获得你理想合作的客户 而且这客户会一直跟 会愿意一直跟着 对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情深经验 嗯 你刚刚聊到这个我有发现一个 一个很关键的状态 你说我 我们现在不做这种档期行销 然后 可是我在学这个 这一套 我们所谓的那个launch的这种 bunnel的时候 这种launch的销售流程 之前 在我还没学之前 我其实很自然就在做 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在还没学之前 其实我就已经在 我就已经在 就是在服务别人 在卖我自己的现场课程 然后在写content 就很自然的 就是 他不是因为我看了 别人的事后分析 然后这样去做 而是一种 我就在当下很顺流很自然的 我客户 客户现在的阶段是这样子 我跟他们互动 那我现在想要 想要为他们这样做 然后现在想要跟他们 共同这个观念 所以这样做出来 可是当他变成一个事后分析 变成一个表格 一个 一个schedule的时候 然后每一封信的目的 都清清楚楚说 我那个时候反而就写不出来 所以我 我讨厌的是在这个地方 我后来 后来我们团队会 他们会 我们会这样 变成一个 一个process 一个专案管理 然后 如果这专案他们把我塞进去 提这个地方 我就会很不开心 因为我会觉得 我现在没有灵感 叫我硬要为这个东西 就是生这个东西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对对对 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配合了 所以就还好 我想到这件事情就是 其实 就是 好像会不同的那个状态 有些人是为了 为了做而做 可是另外一个 就是像我之前的状态就是 我是发自内心的去 做 但不是为了这个流程 但是我又 自然而然确实我也是做出这个流程 那个 那个 不知道那个猜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 下一次来讨论更多这个部分 OK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 就到这个地方 希望你听到一些任何概念 或是思想 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对于成为一个教练疗育师 或者是你希望再更成长 你的这个教练事业 或疗育师事业 欢迎来参加 我们的一些进阶课程 像是我们的 闲运教练方程师 或是双技能课程 可以参考我们的社群 然后看看我们下一次的活动时间 OK 那我们在下一集节目中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